歡迎來到吃虧邦頻道 我是寶咖咖 我要跟大家分享 修理電器的三大步驟 對我來說 修理任何電器不外乎就是這三步驟為核心 今天來舉焦花器的例子 來說給大家聽 教你怎麼一步一步的找到辦法 並且修理它 Let's go! 踢著我心愛的小水槍 它永遠不會打槍 今天天氣不錯 我要來焦花 怎麼沒有水咧 明明重保電的啊 不行 我要想辦法解救它 社會邦的精神就是自己動手弄 有事 有機會 對吧 所以首先我們先確認安全 環境是安全的 電器是安全的 如果插電的電器 就需要把電源移除 很多危險都是不小心疏忽導致的 確認安全之後 我們先把噴水器與水壺分離 這時我們拆外殼就需要螺絲起子 螺絲起子有手動的跟電動的 像我這種三不五時就會拆東拆西的啊 有一把電動起子真的會省下不少力氣 但如果你是偶爾才會用到 那選擇手動起子就好了 通常電器的外殼大多數都是螺絲固定 有可能螺絲的規格大小不同 那螺絲取下後就要留意相對位置 裝回去的時候才不會裝錯 為了安全必須先把離電池先取下來 那有時候也會有卡扣的固定 那卡扣就需要用扁形的工具去敲開 通常我都會用一字起子頭來擔負這個工作 像這裡就是螺絲與卡扣都有的架構 所以卸下螺絲之後還要需要繼續努力找到卡扣的位置 將外殼掰開 經過一番努力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內部的結構啦 通常電路架構就是三個區塊組成的 電源、控制、輸出 電源就是電池啦 插電的插頭啦 提供電能給電器供給所需要的能量 這個就是電源 再來第二區塊 控制 主要是來協調進來的電源之後要怎麼運用 所以你可能會看到有電路板啊 或是有按鈕開關、指示等等 這都是屬於控制的範疇 那這台可以看到電路很簡單 連電路板都沒有 只有一顆電源按鈕 所以我們可以用萬用錶來測量開關的通段 是否正常 開關就像我們水管的閥門 可以打開或是關閉 用萬用錶或是這裡用的LCR鎂子 可以測量這個閥門 也就是這個開關的電阻值 所以看起來這個開關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就來到了第三區塊 輸出 因為這是電動噴水器 所以後端就交由這顆電動抽水馬達來擔任主角 馬達的內部有好幾捆七包線的銅絲繞出來的架構 所以我們一樣可以用萬用錶的電阻值 來量測馬達的好壞 那如果馬達的電阻值趨近於0 或是開路了量不出來 那就代表馬達損壞了 那這裡就可以分析出馬達出了問題了壞掉了 接著下來就是第三步驟 處理 舉個例子 以前汽車維修師傅都會拆電路到很細 然後去維修 超厲害的 但現在的做法大部分都是 利用一個一個的模組化零件去更換 會更有效率 所以我就不打算去拆馬達去維修了 因為我剛好在網路上 可以買到一樣的抽水馬達 那就方便啦 直接更換會更簡單了 但買起來好像抽水的孔徑大小不太一樣 所以我就直接更換上蓋 反正辦法是人想出來的 接下來就要拿出電烙鐵出來 把馬達解焊下來 俗話說功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這把數位恆溫無限烙鐵 可以讓我焊接成功率更高 用過一陣子之後我真的好像回不去了耶 但一般的烙鐵也可以用啦 所以烙鐵的尖端呢 它會加熱到300度左右 它會融化固定的焊息 就利用這樣取下舊的馬達之後 再換上新的馬達即可 如果焊接技巧想要多了解一下的 片尾有推薦影片可以參考喔 好啦 馬達更換好插回去水管 就可以把外殼再組裝回去 裝的時候你要注意電線有沒有被壓到 然後依序的把螺絲再鎖回去固定 這時候你可能就會想 如果機殼太複雜 記不清楚 組裝順序怎麼辦呢 我有時候會拿出相機 或是手機開啟錄影模式 然後架好腳架之後 一邊拆同時也一邊錄影 那這樣萬一哪個環節忘記了 我還可以透過影片的回放 來知道剛剛怎麼拆的 但相機要架腳架也是一種麻煩事 而且桌面又很小很佔空間 所以這裡來做一個簡單的工商時間 這台可以掃描書本 又可以實景拍攝的Fence Pro高牌儀 尺寸小巧自帶腳架 USB接上電腦之後 就可以直接進行錄影紀錄 那底座設計剛好又不佔空間 還有補光燈的設計 那鏡頭的支架呢 還可以隨意調整我的視角 那這對維修紀錄那就很方便啦 那加上它是自動對焦的鏡頭 即使很微小的零件 它也可以記錄得很清楚 那這樣就可以預防在複雜維修的時候 忘記拆裝步驟的一種解決方法啦 而且它還有一種強項 就是掃描書籍影片非常快速 就像我的工具書啊都很厚重很大本 那我就可以透過Fence Pro高牌儀 快速的把想要參考的書本內容掃描起來 這比一般軌道式的掃描實在快多了 就可以存在iPad裡面 隨時隨地的找到我想要的資料囉 有興趣的在下方文字描述區有資訊可以參考 好啦 所以為什麼我的工具越來越多呢 就像烙鐵 我手邊就有數十款電烙鐵 我又不是章魚哥 我有八隻手可以用 那我會一直試 一直試一大堆工具 來找到我自己覺得最順手的工具 當然不一定是非要這些好用的工具 但卻是這些工具可以提升我工作效率跟成功率啊 所以這些浪費時間的測試工作交給我 你就負責訂閱吃味棒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看我的推薦 來參考參考有沒有適合自己的好工具囉 最後我們總結一下 修理電器的三大步驟 第一安全 第二分析 第三處理 以及電路架構的三個區塊 電源 控制 輸出 只要掌握這些基本原則 加上慢慢的經驗累積 其實你也是未來的老司機喔 我們下次見 掰 欸 記得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 掰掰 來吧 來吧 這什麼高拍椅啊 等一下我查一下 Fancy Pro Fancy Pro 作詞